哇!阿滴! 那比較多臭炒飯 臭炒飯是什麼意思? 臭炒飯 玩弯的感覺就起來就心裡了 哈囉!我是黃島 打運 跟著黃島啊 吃美食 吃著美食啊 聽故事 今天呢 我們來介紹什麼東西呢? 什麼東西呢? 炒飯 炒飯 炒飯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然後大家都會炒 講真的 也有它的難度在 還有問妳一下 保濕跟保濕 其實有差異嗎? 當然當然 越簡單的東西啊 其實它是越需要功夫的 蛋炒飯 最近那一陣困難 飯要粒粒分開 還有醬醬蛋 我問妳啊 妳會蛋炒飯嗎? 會啊當然會 那妳知道要準備什麼東西 飯啊 然後醬油啊 還有蛋啊 該怎麼處理呢? 反正就是 就這樣用火炸的步驟 什麼樣的步驟 第一個 第一個 打電話給妳阿嬤 第二個 叫妳阿嬤炒 這樣就好了 妳就負責吃就好了 喂 那講到這個 為什麼大家心目中 都有一個蛋炒飯 最想吃的蛋炒飯那個味道 還有時候人在街邊 有時候在小吃蛋的時候 突然吃到說 對耶 這個就是我吃的那個味道 那個味道 對不對 吵咽的感覺就起來就心裡 火焦 肉燒酒肉 黃島片師 沒聽過 今天我們特地在台北市挑了幾家 口碑不錯的這個蛋炒飯喔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到底這個口味呢 是不是跟我們心目中想的蛋炒飯一樣呢 我們一起去品嘗看看喔 走 好棒喔 我們的餐點啊 中間都是 這邊 這個就是啊 超排炒飯 這個是什麼 肉絲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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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油口味 蛋炒飯有兩種 一種就是清炒的加鹽巴 一種就是像炸鹽巴 就像清燉跟老胡椒一樣 蛋炒飯 它這個 台粉是四顆星以上 好啊 來試試看 中堆中堆 這是你家隔壁 一定會吃的時候有這種感覺 炒起來 非常均勻 它不會有一塊白 有一塊A碗麵 不會 我們點的是那個 招牌的十筋炒飯 你覺得它裡面還有 肉絲和水的什麼都有 這樣子 這個是大魚最喜歡的 這個加什麼 好喜歡 就喜歡吃辣椒 這個可以當味道 現在是比較提升一點點 大陸鍋菜齁 因為是生菜下去炒飯 所以會有那個脆肉感 然後大辣的 然後再加一點酸酸的 然後很下飯 而且它的米飯 不會太硬 彈度剛剛好 這裡的炒飯 沾淡一點點的濕熱 太乾的話 你吃起來的時候 你會一直想喝水 加一點濕熱的感覺很好 入口 非常加分的一個蛋 炒飯 我的麵條就是一般的 如果說白麵條 比較充分 然後裹上這個醬 所以整個吃起來 你也不會覺得說 溫裡一點味道都很好 不會非常下飯 麵也比較不一樣 它還有加那個蛋 就是有一點像 我們的那個 木薯炒麵感覺 但是它的麵 是用白麵條的 它的那個味道 是很加溫的 我們兩個一起來的時候 就跟一碗飯 然後一碗麵 雙雙雙香 是不會完全一碗飯喔 這一家店喔 是一個很低調的一家店 就在大同區這邊而已 我們往路上面找了 四點多分的興奮 好 我們來到這個阿旺阿華的炒飯 你叫的是什麼 香腸炒飯 香腸炒飯喔 這濃濃的這個蛋香味 我們再加上那個 傳統的那個醬油味 從品嘗傳進去 聞到這個濃濃的古早味 客人客人 這一碗才多少 它最貴這邊才多少錢 最貴阿 最貴阿 牛肉炒飯喔 那個頂天的牛肉炒飯 才八十塊 普通的蛋炒飯 才六十塊而已 台北市啊 進來找這種實力 是這麼高的阿 都看怎麼樣 它的那個美麗 真的是非常地利分明 每一顆都有味道 因為它也不會有油啊 我吃到那個椒醬味 那個蛋炒飯 這個要炒開 蛋炒飯 它一定要隔夜飯 水分比較少 那個女生 你才會 利利分明 真的是齁 一口吃一口 這兩三下 就可以看出來 那個師傅的炒風有多厲害了 很單純 米飯再加蛋 然後再加上 這一點配料 這個火腿 這有點高麗蛋在裡面 整個綜合起來 營養滿分 它也不會說吃起來 就是很死起來 完全不會叫做波巴 那個脆路就有出啦 這整個香氣十足 來六十塊而已 飯量也夠 這個香檸檬吃完 應該會有什麼好 男生呢 剛剛好 剛剛有幾碗這個湯 蚵仔酸 蚵仔酸酸 蚵仔酸酸 每次如何都比你的全球還大 你看 吃料是非常自在的 然後又新鮮 如果你在這邊的話 一個禮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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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像這種東西就是 適合來天天來爆炸 你們來嘗一嘗他們的 炒飯很炒 裡面咯 哇 香噴噴熱的成分炒飯 現在來咯 第三名的炒飯 聞起來怎樣 西飯的味道 西飯的味道 其實炒飯要好吃 它炒的時候 鍋子要夠大 鍋要夠大 為什麼你知道嗎 都把飯炒開 炒開之後呢 才會有均勻的 火到蛋液 還沒有多汁 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到底怎麼樣 哇 它其實是一個很清淡 一個很清爽的炒飯 像有些炒飯 醬的味道也有 顏色比較重 但是蠻乾淨的一個炒飯 其實很實在的一個炒飯 那肉絲呢 好像是代表它的鹹度 然後用肉絲呢 把這個米飯的香氣好 還有這個蛋好 這個鹹度整個很多 加上這些青蔥 青蔥來點綴 這個蔥的香氣 它沒有過多的那種油耗味 跟那個醬的味 吃起來呢 就是一個很清爽的蛋炒飯 整個吃完你也不會覺得說 會很油很膩 一旦呢 就是這個畫龍點睛的效果 原本啊 無實無華的啊 蛋炒飯呢 瞬間有點高貴的起來 整個提升 因為加這個蛋加分 加他們這個肉絲 它要你吃得到 然後你又不會覺得說 不單重 這真的啊 所謂的十字名貴啊 難貴啊大家好不好 排名牌千三名 我們來到這個水園市場 吃飯時間啊 都是人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要找到這一家 這一家炒飯店 店蠻多的 有不好找 第一次來會迷路 就是都年輕人嘛 肚子餓 炒飯炒麵啊 才能填飽他們的肚子 然後呢 洗鼻子要高 就是要熟悉 大王的學生他們的需求 現在啊 終於找到在這個水園市場裡面啊 的水園 水園房 一堆炒飯啊 那種感覺是很有創意的齁 這網路上的音樂也是蠻高的 等一下呢 我們點了兩個 試試看 那到底要特別在哪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這個炒飯啊 真的是值得等待的齁 因為剛剛我們在等的時候呢 旁邊就有幾位喔 那個學生呢 他說這個炒飯啊 他一次只炒一個而已 就是兩三個一起炒蛋 然後他有比較被病的那一群 所以只能一個一個炒 因為味道都不一樣 這只能耐心的等 不過呢 我覺得我們等待的是有價值的喔 我這個叫做什麼啊 烏迪蛋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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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叫做臭炒飯 臭炒飯是什麼意思 臭豆腐炒飯的感覺 臭豆腐炒飯 很明顯我看到上面有泡菜 還有臭豆腐 那就是臭豆腐炒飯 就是臭豆腐炒飯 就是叫臭炒飯 所以台式跟臭炒飯的概念一樣 真的是一上來了 我們就味道一個 我們現在很香的臭豆腐味道 喔喔喔喔喔喔 不然它那個泡菜 你等於是吃兩種泡菜 嗯 兩個台式的完美結合 臭豆腐炒飯 這個有夠重 喜歡臭豆腐喔 是這樣的 嗯 台式生菜 是咧 它是燒雞炒飯 燒雞炒飯 因為大家都很熟悉 我今天要吃炒飯 我也想吃臭豆腐 大家來這邊點這個就對了 然後這個太等了 這個東西 可能無敵蛋炒飯 什麼都有在這裡啊 它真的很特別 還有滿滿的那個排魚 排魚片 蛋炒飯一上來的時候 好像蛋哥在跳舞的感覺 黃刀你跳太多級了 這個醬油醬是很乾淨的 這樣 因為加了柴魚之後啊 然後它倒了中文的這個炒飯 這個醬油味 兩個大腳非常均勻 叫倒滴 素汁的汁 因為它就是把它弄成這樣 素汁這麼細刻 叫倒滴 就是拿來配飯 鹹甜鹹甜嘛 吃起來就會啊 感覺很均勻 它裡面有炒洋蔥耶 哇 嗯啊 結果裡面有看到有那個 炸雞肉 吃吃看 喔 這個老闆非常用心 它在這個滿滿的無敵蛋炒飯裡面 裡面還搶炸雞塊 這真的是很用心 難怪它叫無敵的 因為有沒有 好讓你啊 成成驚喜 成這個無敵的驚喜仔 你知道嗎 而且它的雞塊啊 非常的軟 而且非常脆 非常脆 快硬 嗯 在吃東西的時候 保護神很重要 因為在這裡講 幾乎可能有九成都在賣炒飯 炒飯炒麵 為了就是要餵飽這些啊 哇 辛苦無福的學生 家裡的肉 讓學生呢 在吃飯之後 吃肉喔 可以比較能夠撐一下 肚子比較不會那麼餓 所以喔 這個老闆真的非常用心啊 所以他們是無敵蛋的老闆 真的 大虧 大虧 飯來這裡吃喔 真的要提早來 我要享受美食的話 真的要提早來喔 不然喔 還是值得冷帶喔 嗯 為了一碗烤飯 有四年一顆星的名價喔 剛剛有吃了 什麼口感 脆脆的 好吃喔 聽說脆脆的 哇 這個美食加到抬頭來 那一定東西一定是好吃 然後才會在 開它的驚恐 你知道嗎 感覺怎麼樣 它脆脆的 是因為它有那個 蝦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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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大丸的鮮魚味噌湯 層以滿滿 對 再加上了這個 前面有這個鮭魚碗 整個看起來是很濃郁的 喔 該有的都有 完全沒有什麼 香氣死去 蝦子的鮮味都有在裡面 因為再加點櫻花蝦在裡面 嗯 嗯 這個鮭魚碗的甜味 你要瞬間在嘴巴裡面爆開 吃下去的時候呢 然後脆脆櫻花蝦 整個味起來就是 乾脆的香 不會過於死心 不會再配上這個湯 就連一碗味噌湯 都不吃一十米 該有的都有 一樣都沒少 這條魚很大 喔 要怎麼走啊對不對 特香味俱全 難怪啊 這個東西有四十一顆心 雙重享受 對 不來吃啊 真的非常可惜 過了 我們到吃一輪上台北市的炒飯 這樣子啊 你覺得哪一家呢 比較合你的口味呢 我覺得每一家都各有特色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比較喜歡吃那個 阿旺阿華的 阿旺阿華 為什麼啊 因為我覺得它是真的 心理性很高 你看它的湯 那個裡面的料這麼多 然後又很便宜 而且你看那一盤的那個炒菜 是三十塊 對啊 我喜歡那個太大 真的耶 阿旺阿華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換成我咧 我喜歡這個 前秋啊 沒有 個人要選到 我會選水源市場裡面那一家 欸 對對對 因為它真的有點料在裡面 然後你想吃什麼 都有耶 夏威夷的嘛 招朝蟹 避風湯蟹 避風湯蟹 不是招朝蟹女家 臭豆腐炒飯 還有混蛋炒飯 無敵蛋炒飯 各式各樣可以選 其實你在吃炒飯的時候 除了吃到單純炒飯 還有吃到一些不同樣的樂趣 其實這個是不錯的選擇 難怪在台大那邊開人起來 跳過這幾家之後呢 我們也希望有空之後 各位觀眾啊 有機會去嘗嘗看 到底呢 怎麼樣才是你心目中最理想的炒飯 是符合你的味道 也符合你阿嬤的味道 這個炒飯你就會吃得 還有那種 外面夠風的感覺這樣子 所以呢 跟著黃島吃美食 吃美食啊 聽故事啊 讓你有學問 又有炸知識喔 想要吃到更多隱藏版的在地美食嗎 想要知道更多食物的來源與典故嗎 看著黃島吃美食 吃著美食 聽故事就對了